近日李小冉空降欢瑞的消息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度 作为一个出道多年的女艺人 突然之间空降一个古装偶像剧出身的公司 想必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吧 就在杨子离开欢瑞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李小冉的空降无疑是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度的 本来杨子离开这个公司之后 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 而李小冉作品一大堆 出现在这样一个公司 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 欢瑞人称狗瑞 以不作为而出名 旗下的艺人就有诚意 任佳伦 张雨昕原冰炎 本来杨子离开之后 张雨昕应该是最有机会成为一姐的 然而 现在这个计划泡汤了 1996年 参演个人首部电视剧保镖之翡翠娃娃 从而进入演艺圈 之后 凭借着项悟相风又项羽一炮而红 顺利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然而很明显的是 李小冉并不满足于此 之后接连出演了来不及说 我爱你 风勋 夜幕下的哈尔滨 大丈夫 大和儿女 姐妹兄弟 美好生活等其他一系列电视剧 更是凭借着其中的一部剧 得到了白玉兰奖 观察下来的是 李小冉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在各种电视剧题材里 寻找最为合适的作品 曾经她凭借着达到钟翰良 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可 多年之后再次合作钟翰良 从而被网友称之爷亲回 然而 这一次 她空降欢瑞的举动 引发了无数的争议 首先 欢瑞是个偶像剧的公司 其次公司的不作为 让人想不通的是 李小冉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家公司 莫非是这家公司开出的条件好 片酬高 在我看来 这点可能很小 至于是否会成为一姐可能性也很小 李小冉即便野心十足 但是 也不会这么容易成为公司一姐 真的要有个说法的话 必然是她在深思之后 觉得欢瑞是个不错的公司 最终选择加盟 就像赵丽颖来到李冰冰的公司 一个道理 无往不利的买卖 想必是没人会选择的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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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